男性睡前将花椒放进肚脐,坚持一段时间或有五大好处找上门。 花椒,这一常见的调味佳品,实则是芸香科植物青椒或花椒的干燥成熟果皮,经过精心挑选与晒干,去除了种子的部分。 在我国广袤的大地上,花椒的种植几乎遍布各个角落,而四川所产的花椒更是以其独特的质地和风味脱颖而出。 因此花椒也常被称为川椒、薯椒,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当秋季的脚步渐进,花椒的果实也逐渐成熟,这时便是采摘的最佳时机。 采摘后的花椒需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去除其中的种子,再经过晒干才能成为我们日常使用的花椒。 在古老的本草纲目中,花椒被誉为杏心热的良药。 具有温中散寒、造势健脾、杀虫解毒等多重功效。 传统中医理论认为,花椒能够治疗寒积、脱缸、祸乱转筋、脚气等诸多疾病。 而现代中医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花椒与其他中药配物能够治疗咳嗽、痴疮、感冒、牙疼以及趋湿等多种疾病。 随着现代人养生意识的提高,花椒的应用也逐渐拓展到了养生领域。 有人用花椒泡水盒,认为这样可以温暖脾胃,促进消化。 有人则用花椒泡脚,认为这能够舒缓疲劳,促进血液循环。 更有一些男性在睡前将花椒放入肚脐,希望能够收获一些特别的好处。 这样的做法究竟有哪些科学依据呢? 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吧。 先来了解一下花椒的营养价值。 花椒的营养价值,花椒,这一常见的调味品,不仅为美食增添了独特的味道, 还蕴含着丰富的营养价值,它所含的营养成分对于我们的健康有着不可忽视的益处。 花椒富含维生素A、维生素E、维生素C等多种维生素, 这些维生素对于维持我们的正常生理功能至关重要。 维生素A有助于保护势力,促进细胞生长和分化。 维生素E则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抵抗自由基的损害,延缓衰老。 而维生素C则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促进铁的吸收和利用。 除了维生素,花椒还含有多种矿物质,如钙、铁、鑫、锡等。 这些矿物质对于维持骨骼健康,促进血液循环、抗氧化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钙是构成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成分,铁则是血红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预防贫穴至关重要。 花椒还富含一种名为花椒素的活性成分,它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花椒素具有抗菌、抗炎、抗氧化等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抵抗感染。 减轻炎症,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 此来,花椒素还具有阵痛作用,可以缓解轻度疼痛和不适感。 花椒是发物吗? 花椒这个常见的香料和中药是否属于发物,一直是许多人心中的疑惑。 在中医理论中,发物通常指的是那些可能引发疾病或是已有疾病加重的食物或药物。 然而,花椒是否真的属于这一类别,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 花椒作为一种常见的调料,广泛用于各种菜肴的烹饪中。 其独特的麻味和香味深受人们的喜爱,适量食用的情况下。 花椒并不会引发疾病或是疾病加重。 反而,花椒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如温中散寒、止痛等。 适量食用对身体健康是有益的。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任何食物或药物在过量食用或不当食用的情况下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花椒也不例外。 如果过量食用花椒,可能会导致胃肠道不适、口干等症状。 对于某些特殊人群,如孕妇、儿童、老年人等,过量食用花椒可能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 所以在食用花椒时,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口味偏好。 适量食用。 此外,对于某些疾病患者来说,花椒可能确实属于发物。 例如,对于患有口腔溃疡、痔疮等疾病的人来说,食用花椒可能会加重病情。 所以这些人群在食用花椒时需要格外小心,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男性睡前将花椒放进肚脐,坚持一段时间或有五大好处找上门。 提高睡眠。 花椒含有一种名为花椒醇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具有一定的镇静作用,能够帮助缓解紧张情绪和焦虑感。 在睡前将花椒放入肚脐,花椒醇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而作用于神经系统,使人感到放松和舒适。 其次,花椒还具有一定的温补作用。 在中医理论中,肚脐是人体的重要穴位之一。 被称为神缺穴,将花椒放在肚脐处可以刺激这个穴位,起到温通经络,调和气穴的作用。 通过改善人体的气穴循环,花椒有助于缓解疲劳,从而提高睡眠质量,帮助减肥。 在中医理论中,肚脐是神缺穴的所在。 是连接人体内外的重要通道,将花椒放入肚脐,通过刺激神缺穴,可以达到调理脏腐,通经活络,促进气穴循环的效果。 而睡前正是身体进入休息和修复的关键时刻,此时进行这样的调理,能够帮助身体更有效地排除毒素,提高新陈代谢,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 不仅如此,花椒的辛辣气味还能够刺激人体的感官。 提高警觉性,所以男性睡前将花椒放进肚脐,不仅是一种养生方法,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增强消化功能。 男性睡前将花椒放进肚脐,可以增强消化功能,这是一个古老的中医养生方法。 花椒在中医学中被认为具有温中散寒,行气止痛的功效,对于改善消化问题有着显著的效果。 当男性在睡前将适量的花椒放入肚脐时,花椒的温热性质可以刺激肚脐周围的血位,促进气血的流通,这样可以增强胃肠道的蠕动。 改善消化道的血液循环,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同时,花椒还具有消炎杀菌的作用,可以帮助清除肠道内的有害细菌,维护肠道健康,缓解便秘。 便秘的原因多众多样,可能是由于饮食不当,缺乏运动,精神压力过大。 肠道疾病等多种因素导致的,对于不同的便秘原因,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依赖花椒来缓解便秘,还需要从生活习惯、饮食结构、运动锻炼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调整。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花椒虽然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对于某些人群,因此,在使用花椒缓解便秘之前,最好先咨询医生或专业人士的意见。 驱寒驱湿,花椒这位常见的调料,不仅能为菜肴增添香辣的味道,还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在睡前将适量花椒放入肚脐,能够发挥驱寒驱湿的功效,对男性健康大有弊益。 现代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许多男性常常忽视自己的身体健康,身体逐渐积累起湿气和寒气,不仅影响精神状态,还可能诱发各种疾病。 而花椒作为一种温性食材,具有温中散寒,行气止痛的作用将花椒放入肚脐,通过脐步这个人体的重要穴位,可以刺激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排出体内的湿气和寒气。 花椒的黄金搭档公布,坚持搭配泡水喝,营养价值翻倍。 生姜 生姜与花椒的搭配,可谓是辛辣双雄,两者都具有温中散寒,促进血液循环的功效。 坚持泡水喝,不仅可以驱寒暖身,还能帮助消化,缓解胃痛,腹胀等不适。 红枣 红枣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碗,与花椒搭配,既能调和花椒的辛辣,又能增强免疫力,促进新陈代谢。 长期饮用,能够养血安神,对于女性来说,还有助于调节月经,缓解经期不适。 枸杞 枸杞是众所周知的滋补佳品,与花椒的结合更是相得益彰,枸杞能滋补干肾。 明目养颜,花椒则能温中散寒,两者搭配,不仅能提高身体免疫力,还能缓解眼部疲劳,保持肌肤光泽。 桂圆 桂圆与花椒的搭配,可谓是甜蜜与辛辣的完美结合。 桂圆能补血液气,安神养心。 花椒则能温中散寒,增强血液循环。 长期饮用,能够改善失眠,健忘等问题,保持身心健康。 医生提醒,花椒虽好,但这五类人不适合使用,花椒也有禁忌。 口腔溃疡患者 花椒属于刺激性食物,对于口腔溃疡患者来说,食用花椒可能会刺激溃疡面。 加重疼痛感,影响溃疡的愈合,所以口腔溃疡患者在康复期间,最好避免食用花椒。 高血压患者 花椒中的某些成分可能具有一定的生压作用,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 过量食用花椒可能会导致血压波动,不利于血压的控制。 所以高血压患者在调味时,应适当减少花椒的食用量。 过敏体质者 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花椒中的某些成分可能会引发过敏反应,如皮肤臊氧、红肿等。 如果发现自己对花椒有过敏反应,应立即停止食用并咨询医生进行相应治疗。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 花椒具有一定的刺激性,对于孕妇及哺乳妻妇女来说。 过量食用花椒可能会对胎儿或婴儿产生不良影响,所以这部分人群在饮食上也应谨慎使用花椒。 花椒除了当调料,还有三个妙用,只是知道的人不多。 花椒泡脚疏筋活血 花椒泡脚是古老的中医疗法之一,花椒具有温中散寒,疏筋活血的功效。 将其用于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和寒冷带来的不适。 对于经常感到手脚冰凉或关节疼痛的人来说,花椒泡脚无疑是一个简单易行的保健方法。 花椒热敷缓解疼痛。 花椒还有很好的止痛效果,将花椒炒热后装入布袋,制成热敷包,敷在疼痛部位。 可以有效缓解肌肉疼痛和关节炎引起的疼痛,这种热敷方法既安全又有效。 深受许多老年人的喜爱,花椒蛆虫防霉。 花椒的气味独特,具有很强的蛆虫效果,在衣柜或储物箱里放一些花椒,可以有效防止衣物和物品被重铸。 同时,花椒还有很好的防霉作用,可以保持存放物品的干燥和清洁。